悟空看到悟范的表现都大为震惊 吐槽悟范这七年里实力竟然不尽反退 就在刚才斯波比奇吸收了孙悟范的力量后 迫不及待回去向巴比迪复命邀功 却不知道戒王神这个老六 带着一帮人尾随在自己身后 很快见王神等人就在一出大山后停了下来 只见斯波比奇已经回到了大北 两人恭敬地拜见自己的主人巴比迪 然而在巴比迪的身后还有一位高大的男子 杰比特被该男子的身份下的脸色都红了 悟空很好奇地询问这人到底是谁 原来这个世界除了神界之外还有魔界 而巴比迪身边的男子正是魔界之王达普拉 比克身为魔王自然知道魔界之王的含金量 直接被达普拉的身份下的脸色都绿了 但是在贝基塔看来达普拉不足为局 也就和七年前的杀戮相当而已 另一边斯波比奇将能量罐交给巴比迪之后 本以为自己能获得巴比迪的嘉奖 不曾想巴比迪竟然翻脸不认人 斯波比奇的身体开始变得无比膨胀 下一秒直接原地爆炸 木奇见状急忙跑路 巴比迪见状让弗利萨的表情出手 只见佩佩伸出手臂瞄准木奇 随后一枚大波爆射而出 很快天空便传来一声巨响 本以为悟空等人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 面对这种小场面应该不会如此震惊才对 结果众人还是露出一副震惊的模样 然而悟空等人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巴比迪早早地发现了 让达普拉留下来就是把戒王神处理掉 只见达普拉快速来到杰比特的面前 并且手掌已经对准了杰比特 登场还是逼格满满的杰比特 如今竟然被达普拉轻易地秒杀了 悟空见状愤怒地冲了上去却扑空了 贝吉卡挥出竖道拳头也没能击退达普拉 反倒是达普拉吐出的口水击中克林 悟空看到克林中招没有愤怒反击 反而是比克愤怒地冲向达普拉 结果达普拉估计重视比克也中招了 随后我们看到克林的身体开始发生实话 紧接着比克的身体也发生了实话 反观达普拉这个老六并没有恋战 故意拉起仇恨之后立马跑步 悟空和悟范看着已经实话的比克和克林 即便两人在强大如今也无济于事 这时悟空询问戒王神如何才能解救克林 戒王神坦言只有将达普拉打败才行 悟空一听没想到解决的办法这么简单 戒王神听到悟空的话直接愣住 于是悟空和悟范直接朝着达普拉追去 反倒是见识少的戒王神就不淡定了 坦言达普拉的实力很强需要从长计划 戒王神就是从这里开始暴露 刚登场以为是王者结果却是未清透 很快悟空等人就来到了巴比迪的飞船内部 这时贝吉塔提议直接将这里炸 结果戒王神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坦言飞船受到刺激会让布欧提前复活 然而戒王神不知道 但凡听取了贝吉塔的意见 以贝吉塔和孙悟范超二的实力 再加上悟空这个超三的最强战力 这样的组合即便是波欧见到都害怕 就在这时一道舱门突然打开 原来是刚才杀死木齐的佩佩 另一边巴比迪将针头插入巨蛋里 超二的力量瞬间被眼前的巨蛋吸收 当巴比迪看了下表真后震惊了 波欧复活所需的力量竟然完成了一半 此时的巴比迪有点后悔杀死斯波比齐了 然而当巴比迪看向水晶球时再次愣住 就连此时的佩佩也惊怠了 因为悟空和悟范以及贝吉塔三人 竟然挽起了剪刀式头部 三人经历几十个回合之后 贝吉塔胜出了 戒王神看到贝吉塔要单独出手急忙劝说 坦言眼前的佩佩是巴比迪手底下的精英 让贝吉塔和悟空以及悟范三人联手 但是贝吉塔坦言这种杂鱼自己一人足 此时的佩佩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自己遇到了三人中最残暴的对手 戒王神对贝吉塔还是不够相信 劝说贝吉塔还是考虑和悟空联手 悟空怎么也没想到戒王神竟然是个损活 只见佩佩踢出的一招被轻松挡下 挥出的一拳再次被挡下 于是佩佩加快输出的速度 可即便如此贝吉塔还是能轻松躲开 反倒是贝吉塔一脚便将佩佩踹飞出去 刚站起身的佩佩又被一拳打倒在地 暗中观战的巴比迪脸色都变黄了 因为佩佩在贝吉塔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贝吉塔甚至都不需要变成超赛形态 佩佩就已经被打趴下了 巴比迪剑撞急忙施展空间转移能力 将贝吉塔等人传送到十倍重力的星球上 来到自己的主场后佩佩觉得自己又行了 坦言自己在十倍重力下可是如鱼得水 结果贝吉塔却嘴角微小 坦言自己修炼的环境最少都是三百倍重力 区区十倍重力根本不值一提 佩佩听到贝吉塔的话直接愣住 认为贝吉塔是虚张声势便冲了上去 结果挥出的拳头依然被轻松躲开 反倒是贝吉塔一拳让佩佩丢了半条命 随后贝吉塔又是一脚踢出 此时的佩佩瞬间就变成残血状态 愤怒的佩佩再次朝着贝吉塔冲来 没想到贝吉塔一个闪现 将双手放在佩佩的肚子上 随后露出一副死神的微笑 遇到贝吉塔算是佩佩的霉运 直接被炸得死无全尸 就这样悟空等人成功进入飞船第二层 只留下还在震惊中的戒王神 于是就轮到悟空第二个上场 但是戒王神这个耸祸 已经被魔人不欧的强大实力打怕了 所以希望悟空和悟范一起联手临战 结果贝吉塔都忍不住吐槽 达普拉也就超二的水准 以达普拉的实力去衡量魔人不欧的话 不欧最多也就是超二巅峰的战力而已 如今地球上最强的三大战力都在这里 区区魔人不欧根本不足为举 听到这话的戒王神无比的震惊 询问贝吉塔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时悟空也让戒王神放一百个心 有我们在魔人不欧翻不起什么大了 这一刻戒王神才意识到塞亚人的可怕 随后戒王神把目光看向孙悟范 发现孙悟范一副无比自信的神情 戒王神才知道贝吉塔或许没有在说大话 反观悟空都等不及了 催促巴比迪赶紧派出下一位对手 就在这时悟空的对手终于出现了 看上去是一只变异的螳螂 但是当悟空看到自己的对手之后 反而露出一副失望的表情 看到自己被小乔双臂螳螂咽了咽口水 随后就朝着悟空发起猛攻 更是以闪电般的速度挥舞镰刀 当悟空回到地面之后 才发现自己的衣服竟然被划破了 可见双刀螳螂的实力并不弱 就在这时巴比迪又施展转移能力 打算将双刀螳螂送到合适的战斗场所 下一秒悟空等人的四周一点亮光都没有 原来双刀螳螂喜欢在夜间战斗 伸手不见五指的悟空碰到石头后哇哇大叫 这时双刀螳螂朝着悟空袭来却被躲开了 虽然悟空看不见四周的情况 但是却能感知到双刀螳螂的气息 戒王神再次被悟空震惊到了 询问悟空是如何发现双刀螳螂的 贝基塔坦言这是常规操作 地球上的战士都会感知气 然而悟空还不想这么快就结束战斗 知道双刀螳螂拥有吞噬光芒的能力 于是悟空竟然变成了超级赛亚人 此时的双刀螳螂都愣住了 没想到悟空竟然如此自信 果然超三让悟空不再果断反而变浪了 面对悟空的好意双刀螳螂自然不会拒绝 直接对准悟空张开嘴巴 随后金色的光芒被吸入肚子里 可以看到双刀螳螂的气息正在提升 反观悟空的气息却在下降 随着力量不断地被吸收 悟空直接从超赛变回常态 而超赛的力量全都进入双刀螳螂的肚子里 看到这一幕的悟空都觉得不可思议 竟然真的能将光芒吸收 看到这情况的戒王神着急了 让悟犯赶紧上去协助悟空 结果悟犯一点都不着急 只是提醒悟空不要再变成超赛了 然而悟空却反其道而行 再次变成超赛状态 双刀螳螂都吐槽悟空是个傻子 就连戒王神也疑惑悟空为什么要这么做 唯独了解悟空的背基塔知道 悟空这样做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只见双刀螳螂再次吸收悟空的光芒 但是悟空这次变得更加持久了 说明第二次变身后的悟空拿出更强的力量 随着双刀螳螂不断地吸收 肚子已经开始鼓起来了 悟空看到这一幕嘴角微笑 随后悟空突然爆发出超二的力量 一股庞大的光芒直接进入双刀螳螂的肚子 随后一声巨响传来 双刀螳螂成为龙珠里第一个饱死鬼 此时的背基塔就是从这里开始 知道目前的自己不是悟空的对手 为后来成为魔化背基塔做出铺垫 于是第三场战斗就轮到了孙悟犯 而孙悟犯的对手也不简单 乃是媲美闪电杀戮的达普拉 当界王神看到对手是达普拉之后 原本对悟空等人的自信瞬间荡然无存 此时的达普拉身为魔戒之王 自然也不把悟空等人放在眼里 如果是七年前的背基塔肯定怕得想跑路 可如今的背基塔却不把达普拉当成对手 反观孙悟犯七年前就能打败闪电杀戮 七年后打败同等的达普拉应该不难 可没想到孙悟犯却做了这个被诅咒的手势 以至于这场战斗就变得扑朔迷离了 就在这时巴比迪又打算施展转移能力 只见悟空等人的面前斗转星女 很快众人就被传送到飞船的外面 孙悟犯一个闪现朝着达普拉快速冲来 随后一连串的爆炸传来 只见达普拉挥出两道利刃 孙悟犯躲开的同时两座山头被削平了 这时孙悟犯突然沉入了水里 紧接着在水下放出一个大波吸引注意力 达普拉果然中酒 孙悟犯快速回到空中 踹飞达普拉后躲开了大波 只见达普拉的身影狠狠地砸入大山之中 可突然无数的碎石因为达普拉的气场悬浮 达普拉只用一个眼神 无数的碎石就把孙悟犯撞飞了出去 就在达普拉走来是一道光芒出现 只见孙悟犯开始认真了 变成了超级赛亚人形态 可见刚才的战斗都只是热身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 此时的达普拉神情有些凝重 只见孙悟犯一个闪现 都来不及反应的达普拉就挨了一拳 随后孙悟犯又挥出第二拳轰飞达普拉 孙悟犯霸气地回头一看 下一秒又被孙悟犯一脚踢落砸入地面 孙悟犯没有肝愣着知道进行补刀 暗中观战的巴比迪看到这一幕 很是担心达普拉是否被打败了 然而巴比迪的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下面的一团浓烟就说明达普拉没事 果不其然达普拉突然从背后偷袭了误犯 只可惜被误犯及时察觉了 结果孙悟犯过于自信反而被达普拉打脸 这时两人各自占据一个山头 孙悟犯愤怒地提升自己的气息 达普拉见状同样提升了力量 竟然和杀戮一样变成了闪电达普拉 于是我们看到两人展开激烈的交战 但是双方的实力却不相上下 一时间也难以奋出个胜负 可最终还是孙悟犯占据上风踹飞达普拉 愤怒的达普拉吐出一口火焰 却被孙悟犯轻松躲开 这时达普拉的身影突然消失 让冲上来的孙悟犯直接扑了空 结果达普拉却出现在孙悟犯的后方 并且放出一个带有火焰附魔的大波 来不及的孙悟犯直接被击中 身体直接在地上上滑行 最终狠狠砸到一座大山掉进了河里 愤怒的孙悟犯从水里冲出震退了达普拉 只见达普拉嘴角微小 随后背对着孙悟犯一副充满挑衅的模样 愤怒的孙悟犯一个暴起 紧接着朝着达普拉冲去 突然达普拉吐出口水 借王神健壮急忙提醒孙悟犯躲开 幸好口水被手套挡住了 孙悟犯急忙将石化的手套扔掉 不然孙悟犯就像石化一样被石化 于是两人的战斗继续打响 但是按照这样的节奏 估计三天三夜都难以分出胜负 以至于远处的背基塔就有些不耐烦了 吐槽悟犯这些年过于懈怠 打了这么久都没能将达普拉解决 就连悟空也认同了背基塔的说法 吐槽肯定是琪琪把悟犯叫飞了 这时孙悟犯快速上冲 直接把达普拉一拳轰飞了 突然达普拉却变出一把刀杀了个回马枪 只见一道刀光从孙悟犯面前闪过 随后三根黄色的头发落到水面上 反观孙悟犯并没有什么大碍 原本两人处于不分上下的局面 如今却因为达普拉变出一把刀 孙悟犯竟然落入了下风 直接被达普拉单方面碾压追着他 远处的背基塔越来越看不下去了 这时达普拉一跃而起挥舞手中的大刀 孙悟犯一个暴戚 竟然表演了空手接白刃 只见大刀距离悟犯的眉心只有三尺之举 这时达普拉加大力度 孙悟犯一副越来越吃力的模样 就在这时孙悟犯一声怒吼 直接将达普拉的大刀掰断 可见孙悟犯只有愤怒的时候 才能爆发出当年的实力 就在这时背基塔已经忍不住了 悟空让背基塔多点耐心 但是背基塔现在很恼火 如果不是界王神的突然出现 自己现在已经能和悟空战斗了 因为背基塔可不关心所谓的魔人不偶 要知道悟空在地球的时间只有一天 所以背基塔很急迫地想和悟空战斗 然而背基塔的愤怒却被达普拉看在眼里 因为达普拉看出背基塔的内心也存在邪恶 所以达普拉直接联系巴比迪 坦言自己找到了一个更加合适的战士 于是巴比迪施展转移能力 悟空等人又回到了飞船 并且达普拉已经不打算继续战斗 坦言会有更合适的人继续战斗下去 达普拉的一番话 让界王神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